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说家管个屁用 我早就死了我 没的你 要是真的样的话 算是你为皇上现身你何等的光荣 何大人 以后这种光荣的事你找别人成不成 小人我没这个福分我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你 我跟你说 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 你自己不知道你已经有喜了 你才有喜了呢 不可以 你有了喜讯了 皇上已经升你的官了 任命你为太医院院派 愿判 愿判什么玩意儿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愿判那可是太医院的副主官 何大人 我都替皇上死了两回了 他才封我一个负的 负的怎么了 虽然负的可是正六品 你想想看 你们老家的县太爷才七品了 嗯 嗯 哦 满意了吧 何能浩荡 准备击个上任吧 何大人 我不想当什么愿判 怎么着 闲官小啊 不能得寸进尺 小人不敢 小人 不想留在这儿 哎 那你想上哪儿去你啊 我想回家 回家 不想当官了 你没病吧 脑子进水了 天底下还有人不想当官的吗 你想想看 这太医院什么地方啊 多少人打破头都挤不进来的地方啊 何大人 小人行走江湖 逍遥自在 比在这太医院里敲了 你真是鼠目寸光啊 你怎么不想想这个道理啊 行走江湖啊 就好比是拿萝卜当人参吃 而留在太医院呢 那就是拿人参当萝卜吃啊 何大人 我在这太医院呆着 我是担惊受怕 像今天这档的事 我就是吃两颗人参 我也补不回来 呆在太医院里 你担什么惊 受什么怕啊 万一哪一天 你想起来 又让我扮皇上 我不惨了吗 美的你 你还想扮皇上 告诉你 现在此刻已经抓到了 把这个小红柜给我扔了 现在此刻已经抓到了 不需要你再扮皇上了 想扮都不让你扮了 你少来吧 何大人 今儿是祭孔 改名你祭天祭地 祭祖祭神 南春北十 只要皇上想起我来 你还不得让我当皇上这个替身吗 你刚才是什么 你把你话再重复一遍 我说的不对 祭天祭地 祭祖祭神 南巡北巡 只要想起我来 我还不得当替身 南巡北巡 你说 好主意 你出的是好主意 好 何大人 那我可以走了 回来 你把这当什么地方了 这是太医院 你以为是菜市场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何大人 我不当这个官还不成吗 不成 现在是身不由己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实话告诉你 皇上把你搁那儿 你就得搁那儿 给你搁到神台上 你有香火 给你搁到大灶里 你有柴火 给你搁到毛坑里 我就不往下说了 明白了吗 我的院判大人 明白 那就好 回见 我不明白 我要回家 姑娘 是你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皇上的 你长得太像我娘了 你娘 我正在审问你 找出主谋 找出同伙 我娘跟我说过 我有个妹妹 很小的时候就失散了 你 那你娘在哪儿 我去问问她 她已经过世了 照你这么说 就是死无对证了 姑娘 我没骗你 你可能真的是我妹妹 大胆刺客 竟敢用这种老叼牙的故事来耍花样 不 我对天发誓 对天发誓 你连天子都敢行刺了 还有什么都市不敢发的 姑娘 说 你为什么要行刺皇上 我再问你呢 主谋人是谁 你笑什么 你凶起来的样子 真是太像我娘了 不许再请你娘 你老实招供 免得受疲有之苦 好好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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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我叫楚天英 扬州人士 家住扬州天英寺后街的雨伞房 我问你主谋人是谁 你告诉我你家在哪干嘛 我娘虽然已经去世 可街坊四林都还在 他们都见过我娘 我说了不准再提你娘 你怎么又 姑娘有空到那去走走 街坊四林见到你一定会告诉你 曾经有个姓楚的夫人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住口 你住口 除了这些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刺杀皇帝的主谋就我一个 要杀要挂 随便你 记住 扬州天宁寺 去买雨伞 买雨伞 他跟大小姐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大小姐跟他娘长得很像 还说了些什么 他还要大小姐去扬州天宁寺雨伞房 说是可以找到自己的身世 大人 何时提审楚天宁 行刺皇上证据确凿 不必审了 大人 立刻将他斩首 大人 有人急击 有人急击 好 姑娘 记住 仰州雨伞房